海外网8月23日电蔡英文 日前刚结束90008月的菜道反弹 便传出萨尔瓦多与台单局断交的消息 21日上午 面带皮菜的蔡英文声称 就在刚才 我们终止了跟萨尔瓦多的邦交 我们掌握这个信息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岛内网友了一针剑血 一切只为了骗选票 蔡英文视觉中国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消息 当日 蔡英文说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能够避免和萨尔瓦多断交 但大陆并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 不出意外的是 蔡英文在一次讲国际社会告羊状 妄冲大陆破坏国际秩序 已经造成全球局势高度不稳定 并叫嚣着不再是两岸之间的问题 以不容姑息 对此 倒霉网友表示 所以断交是国际社会的错吗 蔡英文所作所为 以不容百姓姑息 还有网友称 不要下次有吧 变成16个或15个时 又是同一套说辞 为啥每次断一个 就要看这群小丑讲废话一次 你干脆直接发生下的17次声明好了 蔡英文民调下跌 城市大票房毒药之首 自蔡英文当局上任以来 绝不承认九二故事 短短两年多 不仅民调狂跌 甚至有不少官员干话 连连让人大翻白眼 宴建年底选局 进入到季时 不少选民摇头看这票实在投不下去 贝雷利网路妒忌 通过大数据分析 列出蔡当局时大票房毒药 而蔡英文本人荣登榜首 自身媒体被人黄创下直言 诅咒即将到来 据悉 这次调查中未决第二 那是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 得到九万多票 赖清德成为行政部门负责人后 由于干话连连 辣神已变成辣功德 国台办 紧早回到九二共识 台当局被断交的事实再次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已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中国大陆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挫断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当局有帮目前还剩17个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 我们再次奉劝民进党当局 不要再做损害台湾同胞利益扶持的事 逆潮流而动注定是徒劳的 紧早回到了192共识 为基础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上来 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海外网注销